请网红夫妻代言引发舆论翻车 劳斯莱斯 诚恳聆听大家的反馈 10月14日晚间 针对邀请国内网红夫妻做推引起争议仪式 劳斯莱斯汽车官方回应称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品牌 劳斯莱斯汽车大中华区 认真对待这次事件 诚恳聆听大家的反馈 决定将该视频下线 此前不久 作为百年奢华品牌劳斯莱斯汽车 曾邀请了网红夫妻来做品牌的推广 令其没有想到的是 该微博视频一发出 就遭到了大量网友的吐槽 请得人太掉价了 劳斯莱斯都不做被调吗